公安部新制定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从今天起正式实施 新制定的部门规章对近年来已经推出的交管改革措施予以固化 再推出了六项便秘利器的新措施 从4月1号起 全国将推行大中型客户车驾驶证全国一证通考 对在户籍地以外申领大中型客户车驾驶证的申请人可以凭居民身份证一证通考 无需再提交居住证明 对驾驶证超过有效期未换证被注销不满两年的 申请人可以向全国任一地申请参加科目一考试恢复驾驶资格 更好满足群众异地考试换证需求 在优化驾驶证考试内容和项目方面 此次新制定的部门规章对持有小型自动挡汽车驾驶证增价其他小型汽车 或者持有摩托车驾驶证增价其他类型摩托车的 驾驶人只需考试科目二和科目三 在准驾车型方面 从4月1号起将新增轻型牵引挂车 允许驾驶小型汽车列车 更好满足群众驾驶房车出游需求 促进房车旅游新业态发展 在检证便民方面 4月1号起各地将推行申请资料和档案电子化 与此同时还将推行与税务 银保监 交通运输 医疗机构等部门信息联网 共享车购税 交抢险 营运资质 体检等信息 群众办理业务时免于提交相关证明凭证 此次部门规章的修订 还将严格大中型客货车驾驶人安全准入管理 严格申请条件 将进驾大中型客货车的情形 由三种增加到七种 新增了独驾 再次酒驾 危险驾驶过程犯罪 这些情形将不得申请大车的驾驶证 与此同时 对大中型客货车驾驶人 继满12分的 严格满分学习和考试要求 增加学习时间 提高考试难度 加强重点管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